大家好 欢迎收看蒙面财经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海航的问题 因为昨天看到这个新闻 尤其是业内的一些朋友 有一个传言说海航可能要被接管 可能直接海南省政府直接介入以后 直接就接管 海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企业 接下来咱们就谈一谈这么几个事 第一个谈一谈海航的一个历史 第二谈一谈海航线为什么遇到困难 第三个谈一谈由此而引发的 就是海航包括万达 安邦这些巨无霸 资本巨兽在海外买买买 由此引发的资本流失的问题 也就是外汇储备的问题 最后我们再谈一谈海航的事件 会不会导致中国的雷曼危机时刻 首先我们看一下海航的新闻 这新闻就是图片我也给大家贴出来 可以看到海航传言它也可能会分割 前几天北大方正刚刚是被接管了 由人民银行接管 进行一个破产的重整 这次是海航 海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巨型的企业 历史也非常长 海航在17年的时候被评为当时世界500强 排到170多位 非常大的体量 应该是上万亿的资产 7000多亿的负债 海南航空旗下有很多上市公司 有海航基础 海航控股 海航创新 可能十几家的非常大的 非常多的上市公司 整个海航的背景也是扑朔迷离 包括去年海航的董事长王健的莫名其妙的自拍的时候 然后从城墙上掉下去了 在海外自拍的时候 后面乘风 然后又介入以后 去进行海航的整个的重整 资产的处置问题 海航其实是在15年之后 进行了大额的大量的收购 从15年1617年 大概三年 进行了大量的资产的海外资产收购 然而这些钱主要来自于哪 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国内银行的贷款 国内的一些大型银行 给了它很大的资金支持 尤其是以国开行为首的这些大型银行 给了它非常大的这种支持 开启了这种海外买买的这种模式 说到这个模式 其实并不陌生 从其实15年以后 很多的大型企业 以海航 安邦 万达 华信 包括复兴集团 大家都听说过的这些巨型企业 进行了海外的一系列收购 包括那时候海外买足球场 买足球俱乐部 买一些海外的酒店 莫名其妙的各种各样的资产去买 包括国内的大量的上市公司 去进行海外的一个收购 所谓他们做的资本运作 叫资产外置负债内置 也就是说我资产 我都是买的是海外的资产 我的负债钱从哪来 都是从国内银行借的负债内置 这样的话就是将债务留在国内 而将资产放在海外 整个当时的模式进行了三年以后 大家也知道1516年 大量的外汇储备的流失 然后在17年的时候 央行暂停了 按下了暂停键 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当时央行的副行长潘工胜 他讲的部分企业借海外收购 足球俱乐部转移资产 然后在17年中的时候 央行就发了一个文 警告了这些大型企业 由此从18年年初 这些企业就开始了 出售海外资产还债的这种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安邦 已经也被接管了 现在叫大家保险 万达是很早当时就把资产卖掉 卖主要是孙宏斌的融创接盘 然后华信更不用提了 创始人叶简明 现在不知道人都在哪里了 复兴可能比较低调 应该也是对资产进行了一定的处置 整个151617年的汹涌的并购 这些他们就扮演了一个全球的大买主 也就是金主爸爸的一个角色 到了18年开始还债 海航的最为典型 它整个从18年 整个一年出售大概3000亿的资产 出售3000亿资产 回收流动性 偿还境内的借款 我这边有个图表 大家可以看到海航 万达 包括安邦 它的一些海外并购的情况 都是非常大的金额 基本是几百亿美金的资产规模 我们由此看一下海航 进行了大额并购以后 它现在遇到的问题 就是一个债务偿还的一个问题 它的现金流一直非常紧 我有几个朋友非常巧 17年年中的时候进到海航 当时还是以资产收购的业务招聘进去了 但是没过多久 没过半年 从18年开始就进行一个业务 就开始变成了去卖资产 处置资产 一直处置的1819年两年 一直到去年年底 确实是可能有点撑不住了 大家可以看到公开的陈峰在新闻上 他也承认 在去年年底的给员工一封信里面 承认给工资的吃发缓发问题 到了今年的1月份 确实我自己朋友也跟我讲 他1月份的工资基本是延后 一半是延后了 剩下2月份的工资 可能每个月只发3周的或者2周的 其实海航我们也能想到 他遇到这种困难 他其实在19年的时候 他就进行了两部分的处置 一部分叫航空主业资产 还有一部分叫非航空资产 进行的分割 具体就是把非航空主业的资产 能卖的卖 能剥离的剥离 能去掉的去掉 保留航空主业资产 保留航空的这一块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本来海航就雪上加霜 在因为疫情以后 可能变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导致海航 现金流更加的紧张 所以市场上出来这种谣言 出现这种留言或者这种传言 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 传言就是说主体是分给国航 金鹏的航空卖给江苏 剩下的分给东航 或者其他的航空 川航或者东航 我觉得这个新闻 我查了一下 有些人在昨天晚上写了一些文章 但是马上就被删掉了 或者自己删掉了 现在国内的这种舆论管制环境 大家也知道 很多的真相非常难寻觅 只有在第一线的人 或者业内的人 可能才能知道一个真实的情况 不管怎么说 我想海航确实是遇到了巨大的这种困难 尤其是这次的疫情 对它航空主业的现金流 造成了可能致命性的冲击和打击 海航其实还是坚持了两年的 18年卖了3000亿的资产去还债 19年在国海航的牵头下和帮助下 又撑了一年 到了今年 确实可能有点撑不住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由此我们联想到 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 你说这么大量的公司 都进行海外资产购置 就是资产外置 负债内置这么一个动作 对我们外汇 确实中国外汇储备 确实形成巨大的一种冲击 大家知道在15年股灾以后 外汇储备的流失非常快 从4.1万亿迅速的流失到 只有3.1万亿的规模 之后一直保持在3.1万亿的体量 其实在17年1819年 中国的外汇储备 中国的经常向下的顺差 包括资本的流入的资本和金融账户的 都是有顺差的 我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图表 蓝色的线就是经常账户的顺差 红色就是资本金融账户的顺差 所以资本和金融账户也就是一些 FDI海外直接投资 海外对中国的国债投资 证券投资进来的资金 这两块资金其实每年都能进来 大概3000亿左右 三四千亿左右 其实三年应该是中国外汇储备出3.1万亿 应该是再增加回到4万亿这个水准 结果然而并没有 还是维持在3.1万亿 这个钱哪去了 那就是灰色的线 就是近物差与遗漏 其实就是这个钱跑掉了 很多的钱它其实并没有回来 并没有进入到外汇储备的央行的名下 它基本还是流失掉了 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外汇储备其实还是非常吃紧的 一直在横在一条3.1万亿的水平上 而且外汇储备3.1万亿里面 它也不全是都能动用的钱 它其中有2万亿是外债 可能是外债这些年借的一些海外的债券 包括房地产 一些大型企业的外债 还有一些是国外外企外商投资进来的钱 包括他们的这么多年的积累和结余 所以真正能够动用钱 我看之前有数据分析 可能也就三四千亿 四五千亿这个水平是可以动用的钱 所以中国的外汇储备 可能并没有它数字上看的 就是那么充盈那么丰富 我们再最后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国内的有很多企业 其实都是负债大火 其实这些企业 你别看它庞然大物 五百强或者怎么样 但实际上它既是资产非常庞大 它负债也非常庞大 它其实是很多是靠负债撑起来的 没有这些负债 也就没有这些资产 还有海航 它的比较典型 它这次遇到的危机以后 可能会导致中国如果真的倒下以后 为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文章 帖子删除的很快 因为大家担心海航的倒下成为多米诺骨牌的一个推手 变成一个倒下的第一根的多米诺骨牌 引发中国的这种雷曼时刻 可是雷曼时刻 因为海南航空确实太大了 牵扯了整个行业的上游下游 整个产业链的方方面面非常巨大 海航会成为中国的雷曼时刻吗 我觉得可能一个海航还不够 可能不会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这种大一统的体制 这种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 造就了它有一个能力 就是什么 它可以去进行救助 在它中央集权 中央大一统的体制 只要它有力量的时候 它会亲近权力去救助每一个企业 尤其是系统重要性的企业 你看不管是北大方正 还有省一级里面的地方性的企业 如果民营企业巨头出现问题 它也会救助 你像前几年的浙江的顿岸集团 包括去年的东旭集团 包括当时我们看到沈阳 辽宁的丹东港 很多的企业破产重整 都得到了政府的救助 还有天津的一些大的国有企业 所以说整个大一统的体制 它不到用尽最后一份力气的时候 它是不会让任何一个系统重要性的企业 倒掉的 你像这次海南航空恐怕也是一样 也是会被政府去接管或者分拆 或者怎么样 然后债权债务进行一个处理 但是海航的倒下 对市场的心理冲击 还有对金融市场的冲击 还是实实在在的 这种中国的大一统的体制 它可以承受一个两个或者数个的 包括银行 像去年中小银行的倒下 一些中小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倒下 它都可以去救助 或者一些大型的企业一个两个都可以救助 但是大一统的体制它承受不了 就是大量的 如果到达一个临界点 到达一个阀值的话 太多的银行出现问题 或者太多的大型企业出现问题的话 它可能就会遇到障碍或遇到问题 就不一定那么零了 所以说这次海南航空 我相信它确实是撑到了最后 撑到了最后 撑不住的最后一刻 我相信过几天会有海航的一些进一步的消息 会透露出来 到时候我们继续保持跟踪 保持观察 但不管怎么说 海航的倒塌 或者海航的事件 它是一个市场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件 也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虽然不一定能比拟美国当时的雷曼时刻 但绝对是中国金融史上 或者经济史上非常浓重的一笔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